化妆才不是直男的死穴 大家好 我是罗云熙 根据我的观察 我认为这个液体暗出来了之后呢 应该是那种泡沫状的 洗面台 是不是 就是这个经常看推理小说 看推理电影的人 就是一种有准推理的头 我觉得它很好看 我给它一个比较高的价 大概在350块钱左右 300 你们不要太小翻直男 直男的直觉还是很准 你们是不宜考我 然后整个没有中文的什么 防晒考我 它好多机关啊 浙江温州 江南皮革场倒闭了 浙江温州 最大皮革场倒闭了 这支BB装就是什么 三板 太聪明了 这个东西有点有点神奇了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钥匙扣 然后后面有一个插床 我觉得应该是会震动 那它是一个按摩棒 是这样吧 就是眼部按摩 一部 百二十八 少很多 一千两百八 多了 八百 八百八 八百八 一个小玩意儿 八百八你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东西我知道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按摩用的对吧 然后听说是可以把点给越推越小 那到底有没有用的 只有我自己用过的人才知道 因为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一千四百七十三 低了一点点 对 我就知道绝对差不了多 一千五百八 一千六百九 这就神奇了 这个 一转出来这个颜色 真的是令我大跌眼睛 这不是口红吧 这涂上去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在嘴上 可能有点吓人 可能是比较有个性一点的那种吧 和我以往理解的口红颜色相差很大 它叫做黑色色的那种 它叫雾霾色 雾霾色 你们难道还嫌北京的雾霾不够大吗 我给你一百八十块钱 一百三十块钱 一百三十块钱 一百二十块钱 一百二十块钱 我就是时尚的时尚大人 好了 吓完了 收工了吗 你还要找你的化妆衣服 谁让你再次丢换个身份 蛤 化妆啊 说这个 你们也太看得起我了 准备晚饭好吗 第一步我知道反正是大脑 我只看到了一个就的 这样 按一下就行了 你是第一次给女生化妆吗 是 要几次 你帮女生四个眼看这个化妆 化妆的话一定要适合自己的 对鹅头一样的我 啊 不是吧 你怎么不提醒我呢 我画得这么认真 就你们都不相信我 就告诉你们 待会儿我要画出来经验照的所有人 所有人 因为你知道有一种药物颜色叫 斩男色 斩断 男生 斩男色 斩学生 早晚 我们也不管 而且作为男生 其实我也觉得更加应该保养 晒上妆 这一则可以 维近颜色是 长发 没人 帮人 帮人 不 别太圆也别太仙 双眼 160 这个是眼线笔 因为我想不出来怎么画 然后我准备就是这样的冲 我给你们查过一些想像 突然有一种异域风 好 好了 所谓的雀斑点 点了第一笔之后 我就有一个灵感 就是说 还是追整一笔 把他这一圈点了 你又有一种 运于重情 我给自己打个了 八分 有一种生无可恋的感觉 还不错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给他打了 这么低 本次挑战成功 这样吧 这样吧 我帮你把这一圈擦掉 还不错 比现在好很多